今天打一个不是很难 又不是很容易的地方 离我们家大概25分钟左右 在叫做Redwood Canyon的 那么今天就有时间 跟大家慢慢聊一下 我发的那几个围头条 的那些反应 一一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在我的那一个围头条上面 因为我把我的距离写出来之后 受到最多指责 或并这个什么叫做 诟弊的 就是我的距离 很多人就说 打得像女人 其实我盒子打得像女人 我连十岁的小孩子都打不过 那么为什么大家把注意力 都集中在这个距离上 其实是跟这一个行业里面 希望别人做的事情是有关系的 像这个山杆栋 一百三十九 那么我只能用六号铁 因为我六号铁应该是一百三十五 可是你去看已经上果岭 放得非常好 就是打到甜点 所以你不要担心距离 你可以用甘树去战胜它 以后给大家看 跟刚才这个叫Cent聊了一下 大家都同意 只要你打球你都知道 你看 我打到这里 我六号铁打了一百三十五左右 你要打多远 打远有什么用 好了 刚才给大家看了 这个距离真的是不重要 你是用甘就可以去解决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大家这么注重距离 都想打得又不远 而且弯掉了要直了 其实就是跟这个行业有关系的 如果大家都直打直的话 不打远的话 教练可能就没有工作了 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说 你是不需要担心远 你担心不来 也担心不来 这里有两个问题 一个是 你不应该担心打得多远或者多近 第二个 你也担心不来 为什么 下一个东西跟你讲 好 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你不用担心打多远 其实就是 只要你每次达到那个甜点 你每次都可以打甜点的话 那么你的肌肉会慢慢成长 那么那个时候 你就自然会打远了 同时呢 为什么你不需要担心 你担心也担心不来你的距离呢 是因为我们都老了 我们这个不是年轻人呢 只会越打越短 那么只要可以打甜点的话 整个球场 整个高夫的这一个过程 都是非常享受的 给大家看一看这个球场 展在山谷之中 我们在这边是收不到信号的 就是没有任何无信服务的 那这个球场 算是很舒服的一个球场 除了那个地 这个地很硬之外 算是不错的 那平常应该是四十多块钱 现在是三十十块钱 还连车了 好了 有朋友问说 这边是不是没有干地 Caddy Caddy应该不叫干地 或者是球童的 其实那个人是你的那个在场的教练 那个人蛮重要的 这边是没有的 因为也不需要自己开进去就好了 找球就自己找 那个干地你要请的话 当然是可以嘛 我觉得都是专业的 你给他一百块一个小时 给你四个小时 给他四百块 那绝对请得到 只是我们不请 好了 打了九个洞了 给大家看一下成绩 比昨天那个要好 这是前九干是三十五个 三十五干 我打了两个帕 三个bogey 四个double bogey 四十六干 那么我们到底要练什么 下一个洞 跟大家讲 也有朋友说 现在回复一下 说你这个只适合锻炼身体 我这个年纪 不打球 不为了锻炼身体 不为了这个兴趣 不觉得好玩 我打来看什么 难道我还会成为世界冠军吗 既然讲的是锻炼身体 等于会跟大家讲 这个高尔夫球运动 有什么对身体有多少好处 你看这个 这个是一百二十一码 一百二十一码 正常我会打 它高一点点 会打七号铁 从那边三号洞 可是我就说 那我就 我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 我打六号铁 六号铁是一百三十五 有点点疯 你看就打到这里了 看得到吗 球在这里了 所以不要去追求距离 追求准确度 你看这一个 三百六十三 我现在还有一百六十六 就 你看看球在这里 你看球在球道中间 只要我们不去贪心 这种球 因为我知道这个打不到 那我就放松打 反而打了将近两百码出来 还有一百六十六 刚才那个两百六十多 我就想一个打个两百二 或者是甚至两百五 次我打个两百五 然后地有比较干 结果 哎 就打爆了 所以这个打球啊 记住 不要去抢距离 你宁可安安稳稳的 像我前面那个洞跟大家说了 一百二十五码 我不用七号杆打 我用六号杆打 反而就上去了 又去打一个怕出来啊 所以一些恶习 一些不好的习惯啊 或者是跟这个打球不好的习惯 需要我们有意识 刻意的去训练把它改掉 好了 打完了 虽然有几个打不好啊 但是今天打出了九十三 哎 昨天是一百嘛 前天是一百零一嘛 这个括的难度也不是很难 我是打这一个白梯 所以成绩还算可以有进步 但是还有进步的空间 那么呢 打完之后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别的事情 好 这个我不应该拍人家 但是必须要跟大家讲一下 为什么这个美国人打球 哎 实际的朋友可以打 因为我这边这个朋友 先跟他打的这个朋友 他是无家可归者 今天打球啊 其实还打得蛮愉快的 不仅是打球愉快 也认识了那一个 跟那个聊得也蛮愉快的 这个人蛮开朗的 是一个音乐家 打鼓的 平常在酒吧里面唱歌啊 然后他也是一个业余 比较半职业的保龄球手 那么他平常以什么为生呢 就是教保龄球 打保龄球 然后打鼓 那么打鼓呢 他说一天 每个小时大概可以赚 看情况啊 一百块 二十五块一小时到一百块之间 有时候会超过一百块 所以收入上是不错 但是美国人可能就是有一个 他的安全感 他有足够的安全感 所以他不存钱 很多人说美国人不存钱 美国人不存钱 是因为他有足够的安全感 他不会担心他生病了怎么样 那他虽然是 失去他的房子 没有收入 马上就失去房子 他说从四月开始 他就已经住在街上了 所谓的住在街上 就是住在他的车上面 他要不停的换地方 因为你睡在车上面啊 他是不合法的 所以你一直在那边睡 有人会告你的 所以你这个晚上在那里睡 那个晚上就要在别的地方睡 那么他的收入呢 他还有一做一些这个赌球的收入 还有一点收入 所以他说他现在每天的伙食费 就是吃饭啊 加油啊 因为住在车上啊 每天就花六块钱吃饭 他说这个过去之后 他就可以又可以打鼓啊 又可以打保龄球 那么他的鼓跟保龄球 都是有收学生的 那现在这个情况下 没有人要学这个的 所以他是比较艰苦的时段 但是人非常开朗 聊得也非常开心 真的是我们出来打球啊 会认识很多不一样的人 有些很好 有些就很难搞 今天这一个是一个愉快的过程 也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的现实的情况 最后讲一下球啊 球就是这样子 你真的是不要想打多远 打甜点 你每次打甜点 你的肌肉上来之后 绝对就会越来越远 这有一个 我听一个打球的 也是在场上认识的 他说他的朋友90岁了 没有 没有90岁 好像是87岁 反正我都把它变成90岁整数 他打70多干 那87岁可以打多远 他又是打直 他的最后的处理球处理好 当然这个70几干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大家都是这个骗一下那个骗一下的这样子 但是就是可以说你不用打远 你可以很享受 这一个高腹球 我们讲的是享受这个运动 再加上锻炼 那不是一个很完美的事情了吗 而且可以达到90岁 你有什么运动可以达到90岁 好了 看我看得太烦了吧 给大家看看外面 最后就跟大家讲 高腹球有什么好处 我19年10月的时候 我颈椎间盘 我本来是有腰椎间盘突出的 30年的历史了 那长期都痛了 那19年呢 那个 11月的时候回中国的时候 打一下羽毛球 哎呀颈椎间盘 两个位置 第三第四跟好像第五第六 都是后面中央行突出 据说这个是很难医治的 我在在那个省人民医院 对面那个什么影像中心啊 照了CT是确诊的 我在回美国的路上 那个飞机啊 是坐得非常痛苦 脖子痛的不得了 一抖一顿一点抖动啊 都痛的 打高尔夫球把它打好了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会打得好 不是不是 就不是说 哎你这个是 可能是应该自己好 我自己做过医生 我大概跟你说 为什么会打得好 因为我们打高尔夫球 是把身体往外送的 只要你用对方法 身体是往外送 那么送往外送的话 那个椎间盘拖出嘛 他就是压在那个地方 你把它往外送 把它拉开了 那么他就好了 哎他跟我还打到 这是他的车主 再后再来一个 跟大家做一个建议 我们以后 你看我讲的英文 在美国是没有人说过 英文不好 可是中国的朋友 常常说我的英文发音不好 也说我的中文发音不好 我们这些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语言就是可以沟通 可以表达就好了 然后这个打球 这个也是打得愉快就好了 如果是真的是有什么 想发展成职业的 当然不用看我的 可是你想打一个快乐的 高尔夫球 这个无失误简易 高尔夫 灰干法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这是停车场 高尔夫球是一个情绪控制的游戏 跟我的交易 都是讲情绪的 那么如果我们连这一点点 情绪都控制不了 怎么样去打高尔夫球 怎么样做交易呢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回馈 回答或者是挑战 我这样子好了 我这个人呢就很喜欢被人家怼的 如果谁怼到我生气的话 我请他打高尔夫球 不管他在什么地方 我都请他打 那如果是你在中国的 你让我生气的话 我们来个挑战 你让我生气了 讲的什么话 讲的我生气的话 你跟我联系 我跟你联系 只要我生气 我就跟你联系 付你遗产高尔夫球的费用 今天跟大家聊的很多东西了 大家可以多点 从这些方面多多认识我 也或者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 应该我也是挂一漏万的 以后想到什么再跟大家讲 我是废话频道的Friend 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 谢谢大家 记住订阅分享 提问题拍砖 下次见 感谢观看